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王艳婷 果然喔 美国总统川普又在搞事情了 不话说回来 他一天不出来放话 一天不挥刀来制裁谁 可能现在大家才觉得 他奇怪了 他怎么了 他生病了吗 好 现在看到一直握在他手上 老是放在嘴边威胁的3000亿美元 中国商品川普终于要瞌睡了 本来还想说这老人家挺烦的 一直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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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年初讲到年终说我要瞌睡了 我真的要瞌睡了 我是真的会瞌睡喔 本来大家都还想说很紧张 他真的要瞌睡了 对经济可能会造成冲击 讲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动作 反倒大家现在觉得你到底要不要瞌啊 你要瞌不瞌啊 你拜托你好像赶快瞌吧 好 现在川普气了 你现在真的不相信我会瞌吗 我真的瞌给你看 尤其是我前天派了大批的人马到上海去 跟你们谈 谈了老半天 还提早30分钟结束 浪费我时间 根本没谈出什么东西来 再来就是 昨天在泰国也举行了外交部长会议 我们中国跟美国之间 似乎又有一个契机可以坐下来谈 但是还是谈不出个什么来 好啊 真的把我当病猫是不是 我真的克你关税 所以啊 他在那个推特上面 又开始在呛吓说话了 9月1号起 真的我就要对你们中国的这个商品加征关税 就拿你们剩下的3000亿美元的这些商品来说 我先克10% 我先克10% 但你不要以为这10%幅度很小哦 不要忘了我还可以再往上拉高 拉高到25% 我就看你们中国要给我什么样的回应 你们注意好咯 接下来要把关税调高咯 我真的是玩真的哦 好啦好啦 大家都知道你玩真的 但也没人跟你玩假的啊 只是这看起来哦 也是你川普的最后一张关税的王牌 那你现在出完了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呢 然后呢 现在中国的态度哦 似乎也是在坐等吃瓜 在等他接下来要玩什么把戏 中国政府的态度也是蛮冷处理的 明明今天这么大的事情轰炸了全球 但是中国政府官方到现在都没有一丝的 这个比较强硬的回应哦 反倒是中国的官媒骂的还比中国政府凶呢 似乎中国政府也在看 我看看你接下来要出什么招 没关系嘛 你继续玩 我就等着看你到底要玩什么把戏 我懒得跟你废话 我懒得理你啊 况且哦 要知道 你川普现在出的这一招 到底是谁伤得比较重呢 来看他这份的清单当中 最后的客的这3000亿美元商品 客征的这个清单当中有哪些 首先就是这些电子消费类的产品 手机电脑苹果类的东西 通通都会被打到哦 再来就是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一阵子了 剩下的这3000亿美元商品当中 一定会对美国民众造成一定的伤害 因为剩下这3000亿跟民生消费类 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 剩下如果不克的商品有哪些 他也蛮聪明的 川普倒是蛮聪明的 也有一些东西是被排除在外的 比方说是药啦 像是这个医疗用品啊 因为美国的药其实也蛮贵的 再者就是稀土啊 稀土材料不能克啊 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办法这个自己产这个稀土商品 所以他现在也不敢克 好啦 所以看起来 中国根本不急嘛 因为这个刚也讲了 现在到底是谁比较痛 是美国民众比较痛嘛 要紧张的人大有人在啊 因为刚讲了 我们之前也分析过很多遍了 现在的这一批商品 不管是电子消费类的 或者是跟民生百货类的 都是极其相关的 最多这东西克下去 反而好像伤的不是中国 是你美国民众哦 所以今天看到了像是美国的零售商 比方像是沃尔玛啦 或是像是亚马逊等等 都气得出来跳脚 你这个关系一克下去的话 成本一定会拉高 那价格就会反映上来 价格反映上来东西变贵了 美国民众买得下手吗 买器上面一定会缩减 买器缩减 那我的营运不就受到影响了吗 那到时候如果要裁员的话 你川普就不要怪我 就是你是狭带着这个 假把美国的民众当人质 来玩这一招 还有就是另外一块 刚也讲了 手机跟电脑被嗑到关税了 这个影响最大的就是苹果啊 苹果本来一直在要求着川普 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 豁免的权利一些优惠 我不管你跟中国的态度 处得怎么样 我不管你后续要怎么跟他谈 但是至少你这些电子产品类的 可不可以给我一点豁免权呢 川普没有理 没有给他这个豁免的特色令 不说现在还给他加征关税 这个苹果啊 脸都很绿啊 好你说川普会管他们吗 川普才不管 因为他觉得你苹果对我川普 也没有多好啊 又不听话 我叫你不要在中国设厂 设这些生产链 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搬回美国来 要Made in the USA Made in美国 我结果咧你也叫不动 我现在关税打下去 我看你还乖不乖 好看起来不惜要牺牲苹果 那到底川普打的什么算盘 因为毕竟这个商品关税 课证下去 其实美国要付出的代价成本 也是相当相当的高哦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揣测一下 这位大商人 新关税付出的成本代价这么高 他到底想换得的是什么 刚刚讲的第一步 他可能也是想要教训一下苹果 你都不听我的话 还有一个要教训的单位是谁 联准会 还记得吗 昨天联准会才公布利率决议 虽然说如大家的预期 是会降息这一码的幅度 可是他们也讲了 我这降息是鹰派的降息 也就是说我不是如你川普所义的 想要之后就不断的降息降下去 我是因为为了防范风险 所以我才降这一码 他们就想 这哪对啊 这跟我原本预期想要的不一样 我是叫你不断的持续的宽松下去 你现在跟我说是因为要防范未来风险 好啊你要觉得你要防范未来风险 那我风险就可以加大一点 我现在就打关税 风险真的加大了吧 你看你宽松这个动作要不要加大一点呢 也因为是这样子哦 似乎川普也看得出来 反正这个联准会 美国联准会就是会以降息来拖住美国的经济 那正好啊 我是不是就可以真的就打这个关税 就算经济真的冷下来了 联准会也帮也会帮我在背后这个拖住经济 我不用怕呢 第二个要看到的就是 他现在克政的这新关税哦 似乎也是要来踩这个测试一下 中国的态度到底是如何 毕竟他们虽然之前讲了这个 在前天他们对于在上海的会谈 虽然没有结果 可是他们有说 九月份的时候会相约华府 两方会再次坐下来会谈 我现在到九月份 我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我要等到九月份也太久了吧 所以啊 反正我现在就是推特啊 对着记者放放话 我先把这个议题抛出去 我行政命令还没有签 我先把话撂在这里 就先搁着 我把这个话告诉你 我就可能会克你关税 那你接下来到底会不会来反过头 来跟我和谈呢 所以我现在就先讲 就看看中国现在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希望能够在九月一号之前 能够再来对话 反正是个行政命令还没签嘛 要反悔都还可以反悔嘛 川普反悔也不是一两次的 再来第三点的原因 也是现在大家觉得最重要 最主要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是 他为了要保他的农民票仓 川普他会坐上这个 美国总统大卫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支持度都来自于农民 那现在接下来看到了第三季 美国农产品要即将要收成了 高粮肥大豆香啊 但是这些收成了 放在堆在那里 如果中国不买的话 这个大客户不买的话 那我收成有什么用 反而堆满仓会烂掉啊 所以我赶快趁着 等到九月份跟你谈 罗里巴索 我倒不如现在先威胁你 赶快先让你逼你表态 免得到时候第三季 我的农产品真的 一带一带一批一批的量产出来了 那是不是真的会来不及呢 看得出来喔 川普是真的急了 而且是非常非常急喔 那中国呢 影响嘛 是一定会影响的 因为毕竟全球的贸易 是紧扣在一起的 这关税一打压下去 经济怎么可能 不会受到冲击呢 只是喔 就看这冲击的程度 谁比较肉痛而已 现在有中国的券商算出来了 再加上这个之前的关税 以及最新的 如果这批3000亿美元关税 加下去 零零总总的话 总共大概全部是 5500亿美元 那影响的一定会有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当然会降低 会减少大概15% 整体来说 对GDP呢 最经济的影响上面 影响上大概也算出来了 大概是0点会掉0.6个百分点 那你说0.6个百分点多吗 其实这个很难评断 是多还少 但是你要想喔 中国每年大概都是 以6%6%的速度在成长 你说因为贸易战 因为关税的东西打下来 影响我这掉了0.6个百分点 好像应该我还撑得住吧 所以似乎看起来 这个伤痛的程度 应该不一定会比你美国还要多 反倒是你美国的民众 才会哇哇叫喔 再者是刚也讲了 虽然中国今天没有 这个很大力的批判 回应你川普 虽然我是懒得理你 懒得跟你废话 但不代表 我是坐在家里 让你白打 我这GDP白掉 不可能 我现在也要做出一些回击 有什么东西要回击 第一个 美国猪肉 我订单全部给你取消啊 你们的美国猪肉 似乎也是蛮多的喔 但如果我现在不给你买 我看你能怎么办呢 虽然我中国对于猪肉 现在也是有一定的需求 但是我总可以不要吃吧 我可以吃别的啊 吃鸡肉啊 吃养肉啊 我干嘛一定要吃猪肉 但是你这个猪生产出来 养肥了 要不要窄 而不窄的话 它会变老喔 那如果说 这窄了之后 冰在冰箱会坏掉喔 我可以不吃 但是你可以不卖吗 所以啊 就冲着这一点 现在最新传出来了 原定精明两年要发货的 这14万多顿的美国猪肉 我通通给你取消 我不买了 这个订单是创下 2013年以来 取消以来的最大单 再来还有什么 除了美国猪肉 你说不痛吗 还有另外一个 就你美国总统最在意的 也就是你美国总统 川普的铁票仓 农产品的这个部分 在农产品的部分 现在美国 中国现在也抓住了这一点 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个 单子给砍掉 降下来 看你到时候川普紧不紧张 我们也统计出来了 从年初开始 就已经开始动作了 中国早在年初 就大大的减少 美国农产品的进口量 统计1到5月份 总金额年减了5成以上 就以这个川普 一天到晚都在喊的 要买的大豆大豆 你们一定要给我买的大豆 好 1到4月 我年减了7成以上 我就是不跟你买 不跟你买 跟谁买啊 我朋友很多啊 我可以跟别人合作啊 我又不像你美国总统 川普一样 到处得罪人 把朋友都得罪光了 我可以找别人买啊 从前几天开始 就已经有说了 中国放话 我不跟你买 我跟俄罗斯买 而今天呢 你今天既然敢再对我 寄出一批新的关税 那我现在就不要怪我 我找别人来合作 中国商务部 今天最新也针对回应了 正关于农产品这件事情 他们说 我就是要跟俄罗斯 来充分的开发大豆市场 另外 我虽然少了这个美国的贸易伙伴 这么大的伙伴 没关系 我周边邻近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 我干嘛一定要你美国呢 又这么远 东西运过去运回来 也需要时间 我倒不如这个串联 我周边的这些好朋友们 一起来扩大贸易 或许还可以取代你美国 也不是讲讲哦 还是真的取代美国的地位 看到了统计上半年以来 咱们中国现在积极的这个 像是东协会议啊 他们也积极的参加 希望也可以借有一带一路 串起这些东亚亚 东协的这些国家们 扩大合作 加强努力之下统计出来 上半年的双边贸易 是有持续在扩大的哦 比起之前年增了4.2% 金额的规模已经来到了 2,019亿美元 再加上因为跟美国之间的矛盾 除了这个东南亚的东西上升之外 美国的东西减低 这一加一减下来 当然东南亚的地位 似乎已经开始取代了美国 东南亚成为中国 在贸易伙伴上的第二大 好美国现在看到 你现在拉东南亚 当然也急着跳脚啊 他现在当然也要找盟友啊 因为毕竟国军奋战当然不好打 尤其是现在川普得罪了这么多国家 除了中国之外 现在还要头痛的 还有伊朗 伊朗现在也跟他没完没了 而美国似乎就拿这件事情 想要来试验一下 大家对美国的这个友情忠诚度有多高 什么意思呢 我们也讲过 在这个美国的部分 跟伊朗之间是有相当相当大的问题 那现在伊朗的态度也很强硬之下 美国当然要进一步的去控制住伊朗 因此他们现在决定 要在伊朗的周边近海地区 要来组队组一个中东联盟 就以美国为首 他现在开始在喊话了 有没有人要跟 有没有人要跟我们一起站在一起 要不要加入这个联盟呢 那刚好 昨天他们有举行这个各国的 外交部长的领受会议 所以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就有出来跟大家开始 联络感情 说他们现在要筹子这个联盟 首先就先把日本找了出去 让日本开始 你是不是要表态 要不要加入这个联盟呢 对此 在日本的外交部长说 好我知道你们现在是为了确保 河莫兹海峡的安全 我知道你们跟伊朗之间有一点问题 但是关于这件事情 我们慎重考虑 我们再想想 为什么 想什么 因为日本跟美国之间 也有贸易战的问题 我们之间的问题好像还没谈完 没谈完你现在要我加入你的联盟 那我们的贸易战的问题 你现在要跟我和谈了吗 不知道喔 反倒现在日本态度 换他们比较强一点 我跟你之间的贸易协议 不会零星 也不会片段 在我们的这个意见达成一致之前 我是不会有跟你有任何的协议 似乎现在看起来美国 日本的态度开始有一点点转趋强硬 而且看看这个美国跟日本之间 这个表面上面是不是开始有一点点心结上 有一点点微妙呢 另外一边从日韩大战 似乎也能感受到美国跟日本这一波微妙的关系 怎么说 因为日本跟韩国现在陷入了54年以来的冰点 本来还说美国是他们之间的老大哥 想说美国可以出来当和事老 来瞧一下日本跟韩国 可是美国现在有巧好他们两国之间的纷争吗 没有哦 如果美国的面子真的这么大的话 那是不是日本应该要卖美国一个面子 这个刀下留人手下留情一点呢 没有哦 所以是不是对于日本来说 好像也没有把美国放在眼里吗 不知道 但至少确定的是 对于韩国日本的态度比美国还要严厉 比起美国打中美贸易战 日本这个是真的在跟你玩真的哦 我不是在那边跟你喊话喊了大半年才说 我现在要磕你关税 我说要磕就磕 所以他第一步先做什么 对于半导体电子产品先扣住啊 先不要卖给韩国 再来就是他们现在最新决意的是 通过了要把韩国 踢出他们日本所定的这个白名单 也就是踢出之后 南韩未来把这个东西卖给日本 跟日本做生意的这个部分 他们现在不能够有相关的优惠 而且你们卖跟我们这边做生意的这些商品 我通通一个一个都要检查 我不会放过你 那当然这个部分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 但话就料在这里 只要经济大臣签署了 安倍金山签署了 这东西就一定是势在必行 预计8月28号会上路 对此今天南韩上下总动员 不管是总统 或者是这个南韩的央行 动起来都开会了 再想紧急的应应办法 那最新有消息说 南韩文在寅出来喊话 你这后果会自负啊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抱负你 看起来全球大乱斗 也不知道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 全球的薪酬就在今天一次爆开来 除了刚讲到的川普宣布 将对中国开征一波新的关税之外 还有就是日本跟韩国真的也是打起来了 真的把韩国踢出白名单之外呢 还有一件大事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追踪太多 还有一件大事也先提醒您 美国今天退出了当年跟俄罗斯签订的 中短程飞弹条约 专家直呼 这就是冲着中国跟俄罗斯而来的 现在各界担忧 没有条约的约束 恐怕会引起军备的竞赛 那当然又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追踪那么多 后续也请您锁定 我们全球新观点会持续帮您来留意 溢 冲 女